你是否依然记得扣动班级的那一刻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荣耀时刻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颁奖仪式上升起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响起 中国奥运历史从此翻开崭新的篇章 能够把自己的热爱当成事业 本来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时光荏苒 从奥运首今至今已是40年 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见证着中国人的奥运荣光 这些记忆是否依然清晰 当三面五星光旗同时在奥运赛场升起 现在是中国女代表团介绍场内 他们将参加20大厦当中的150个小厦的比赛 当奥运简而一次次突破自己 创造新的成组 当中国首次进入奥运金牌榜前赛 世界对中国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步 稳步地代替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你的记忆是否也回到了那个炽热的夏天 这个对所有听我这样的歌的人 绝对永远都记载起来 而且是中国人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都体现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当然很精彩 有点疯狂 就是他代表的中国人的一个形象 在上面飞翔 大步奔向未来 所以我当时点火下来 我看好多人都哭了 难以 全世界把目光聚焦北京 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荣耀加深 中国奥运进而的脚步未曾停歇 5分07秒57 打破了贸易会的记录 中国女排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 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 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战 每一次的比赛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 奏国歌 三参天发球 球打了不错 他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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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一些看球马车 打球 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这女排精神不仅仅是体验在比赛场上 更重要是大家看不到的每一天 从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开始 40年 离代的体育健儿 书写了奥运赛场上的中国传奇 运动员最高的梦想 可能就是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从赛场的拼搏 再到全民健身的践行 40年 敖林匹克精神 在普通中国人身上同样传承不息 当圣火再次点燃 当目光聚焦巴黎 我们准备好了 感谢观看 速度转 LET 速度转抵达 转抵达